的士攬收車子的問題禁止不絕 有多名內地客在社交平台發文兇訴 在香港乘的士被亂收費 只乘的士到目的地後 原本打算按麥錶給一百多元 但司機突然在框框按了幾下 麥錶直接跳到快四百 司機向這位網民解釋說 需要過隧道費 更將一百元當成十元 直斥是名載 更表示今次是這麼多次去香港 唯一一次令人感覺不惜的經歷 搭的士亂收費的問題引來網民熱議 亦有網民建議樓主 下次再遇到同類情況 可以報警求助